新北市圆明局为了推动族语 8月1日开始 每月运用不同族群问候语 开启说族语的亲民服务 首先就从阿美族语开始说起 来好 圆明局你好 来到圆明局恰功 听到亲切的族语问候 阿美族语你好吗 是8月的问候语 那我们希望呢 透过我们接电话 用我们16族的族语呢 让来电的族人感受到 我们的亲切的服务 那因为我们原住民族有16族 42个方言别 那第一个月呢 我们就设定我们新北市 最多族群的阿美族的这个语言 来做一个问候 包括这个我们接电话的时候呢 会有跟我们族人问候说你好吗 那你有什么需要服务的部分 这些这个话语呢 都会用族语来跟大家来做问候 那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我们的亲切的服务 这个是泰亚族 泰亚族叫罗卡树 罗卡树就是你好吗 新北圆明局有来自不同族群的公务员 不但闽南客家语系的同仁 开始积极学习原住民族语 泰亚族语系的同仁 学习阿美族语系也觉得很好玩 我是觉得就是在可以在接电话的时候 就是跟民众会 阿美族语是会让他们觉得很亲切这样子 那虽然本身是泰亚族 但可以学习就是别的族群语言 觉得蛮好玩很特别的 公务员积极学习原住民语言 并且推出族语问候服务 从日常生活工作上的更多口语对话 来带动学族语的风潮 记者方坚凯新北市采访报导